不得不说老广人确实会吃 简单的烹饪鸡发 烹制新鲜的食材 但是啊 我粤菜中最爱的是 干炒牛河 没有人可以喊动他的老心热地味 最近是不是吃大炒菜大饼子 有点看腻了吧 今天咱们换换口味 来个广东味道 阿鸡鱼装 顾名思义 吃鸡跟吃鱼呗 吃还不吃大扇鸡 老广非常擅长 用简单的烹饪方法 烹制新鲜的食物 你看这个五指毛桃锅底 用它的香气 去蒸这个扇鸡 扇鸡的汤汁呢 又流回到这个汤底 三分钟的蒸制时间 就蒸熟了 小料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配 好肥嫩的鸡 果然 现在没那个蒸 可以吃出鸡鲜美的味道 真的是鲜美 鲜嫩脆弹 这鸡皮还挺厚的 放你吃它也是脆的 它不是腻的 你要吃它的时候你就想 人和人的差距就挺大的了吧 鸡和鸡的差距也这么大吗 我对老广的开发还是太少了 上次去广东 还是两三年三四年前了 以后一定多吃 北京的粤菜 我基本上文昌鸡用的比较多嘛 或者是清远鸡 搭讪鸡 我这好像第二回吃吧 全不一样 这好吃 不仅鸡能蒸啊 这个牛肉也可以蒸 这样子蒸出来的牛肉 莫名感觉更鲜美是怎么回事 还在滴鲜汁 而且有浓浓的五脂 毛桃香气 圆汁 蒸圆味 这蒸的一点都不输给 老广人确实会整 以后真的要锅锅开发 这个锅底不要忘了呀 骨子毛桃 鸡汤 如此下面的汤不喝两碗 那不是暴天天物吗 这碗汤下肚 我算不算融入了 再用这个鲜汤煮点菜叶子呀 正所谓营养均衡 都说广东人不太能吃辣 但是我点了一个爆辣牛蛙 这应该是这店里最辣的菜吧 在我的辣度评级里 微微微微微微辣了 我这味儿炒得好 像这样浓 发肉很嫩 带点这个红椒和青椒的辣 还有一点姜的辣 但是啊 我粤菜中最爱的是干炒牛蛤 没有人可以喊动它在我心中的地位 软不灯了 富有弹性 它最厉害的点在于 它是干炒 但是吃的不干嘛 真的一点汤都没有 这就很考验技术 干完吃的菜必吃干炒牛蛤 它也有搭配这个辣酱 吃甜辣椒 讲真就是 月菜它可能在颜色上面 没有那么华丽 那么出片 但是你吃到嘴里的味道 哎 神仙般快乐 辣炒花甲整了一份 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比 纯月菜的月菜要增加了点辣不 这小花甲炒的还是挺好吃 我突然想问一下 广东的朋友们 你能喝几瓶啤酒啊 我呢虽然酒量很差 但是这锅汤嘛 干嘛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哇 这个汤是好喝啊 那个五指茅草 有一股很神奇的味道 它不浓郁 但是很鲜美 这个店啥都好 要是能有个肠粉就更好 肠粉跟干炒牛蛤是 我对广东最爱的两大鸡头 干炒牛蛤是真干 一点汤都没有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阿姬鱼庄的阿姬吃了 鱼等下次再吃 我刚才看它这还有顺德铁锅炖 今儿是吃不下了 下次来尝尝吧 没开玩笑 这汤真都让不给喝了